大家好,我是多利,欢迎来到办事学院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笔的大型项目 上一段课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一笔的一语层的各部分的这样一些作用和工作严厉 本节课我们主要讲一讲一语层的这种真的结构 在讲一语层的真结构之前 我们先来把前面各层的真结构复习一下 因为真结构递我们来编写这种ZIP的底层通信程序的时候 封章这种数据包是非常的有用的 为什么需要封章呢? 第一,从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网络底层通信的学员是不是不太好理解呢? 因为真,因为这种习义是一种分层的迷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这样的功能 那么每一层的作用如何才能体现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定义在每一层的这种针头中的数据的定义 如果用程序去实现 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应力性的这种数据结构 我们经常说这种数据结构加算法等程序 现在每一层是获得了这种数据结构 那么就被编辑该层的这种习义的要求 程序不就编写出来了吗? 再结合一个圣末中形象的例子 在我们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这种游记这种快件 如果你要给你的朋友游记一本书 肯定是先把这个书包装好 就把就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就好像我们这里的封章 然后写上你的朋友的地址 就好比这种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针头 然后你的朋友才能收到 当然我们这里比我们生活中游记这种快件要复杂得多 但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 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历史义这种习义分成的这种思想是很科学的 我这里画了一个图 这里它就是从这种物理层 还有网络层 包括这种应用层 这个从这里都能体现出来 这里我顺便把前面所讲过的几个名词 顺便来解释一下 前面我们讲过协议层可以分为这种Fy层 还有这种Bike层 还有这种Network网络层 就可以缩写为这种NWK 应用层就包括两个子层 这种什么APS啊 S层啊 应用框架层啊 这样一些层 名义层的 名义层的针会称为 为什么会是这种习义单言这种PDU呢 会加上这种名义层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就成了这种什么PPDU 还有NPDU 还有这种NPDU 还有APDU啊 应用层的框架特殊点 那么就叫做这种IF的针 名义层都是由 由这个针头和这个 服务数据代言SDU构成的 名义层的服务数据代言和前面一样 加上这种层名的第一个字母 就成了这种PSDU啊 MSDU啊 NSDU啊 还有这种ASDU啊 这种15层的 15框架的特殊性 它们传递的这种幽乎定义的15层系 传递的是一些这样的 这样的类似于这种消息的这样的数据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种 APS纸层的 纸层针的这样的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每个APS针 也就是APDO 包括APS的这种针头 还有APS的这样的负载 针头呢 有针控制啊 行指指端啊 还有这 这样一些东西 APS负载的就包括这种针利性啊 和有关的一些信息 它的长度也是可变的 我们将来在编写的编程的时候 定义这种数据结构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做的 但是需要作业的一点就是 可能没有这种地质之端 按照 按顺序 我们一下一下的来看 先来看一下这种针的控制 我这里也是画了一个 这种针控制字端的这种格式的图 它的长度是8位的 有针利性啊 还有形式字端啊 和一些其他的 这样的控制字端的一些标志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每一项的这种基地的含义 下面看一下 正利性的主要是包括两位 用来表示这种数据针啊 还有命令针啊 还有确认针啊 这样一些真的利性 介绍我们来看一下传递的模式 它的模式也是由两位做成的 用来表示这种正常的单波传送啊 还有见证形式啊 广播啊 以及主形式这样的四种模式 接下来我们的开感 确认格式 它也是 它只有一位 那么这个字端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表示的是目标端点啊 处标示符啊 还有profile标示符啊 这里的profile实际上就是指 应用的这种配置文件 延端点这样一些字端 在确认针中是不是成战 为1呢 就是表示成战 反之为0呢 当然就是表示不成战 接下来来看看安全子字端 它也是一位的 这一位由安全服务供应商来管理 接下来来看看确认请求 它也是一位的 表示的是这种接收者 在接收针的时候 是不是由当前接收的 这个针的设备 像发送了这个针的这种设备 发送一个这样的确认针 复制方法 比较简单 这里就不讲了 最后一个就是这种扩展头的定义 它也是一位的表示 扩展头是不是包含在当前处理的针中 如果包含在例 那么就会制腰 反正呢 那么就比较清楚了 针控制 我们这里基本上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目标地质之端 目标端点 知道它的长度是八位的 表示的是最终接收每个针的这样的端点 只有在 只有在前面我们讲过 这种针控制字段的 这种传送模式 设置为正常的单波 还有间接的传送 或者是这种广播传送的时候 那么这个字段才需要填写 比如在广播传送的时候 可以传送到几支 从这种0x01至0xf0 这样一些直的目标端点上的一个应用程序 这里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目标端点值为00的时候 那算命ABS层就会把这个针送到这个比设备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前段讲的GDO 还有如果目标端点的值为0xf 那会把这个针送到 从端点0的所有活动端点 而端点 端点号0xf1到0xf1 会保留交代扩展的时候使用 接下来来看看主地址的字段 它的长度也是16个的 只有真控的字段 传送模式是主行者的时候 才需要使用到这个字段 但是这个时候的目标端点就没啥意义了 在帧的APS头包含一个主地址的字段的前例下 传送的帧就会被设备中的主表包含的所有的端点所接收 接下来来看看触标识幅字段 它的长度也是16个的 很显得 它是指和大家的所有有关的触标识幅 结定了哪个 哪个标识一有用以过例 解释哪个传送真设备上的信息 只有在数据帧或者切捋帧中 才会需要填写这个字段 接下来我们看看profile标识幅字段 这个字段其实和触标识幅字段有点类似 它也是16位的 它只要传送到这个比设备的profile的这样的标识幅 以及接定哪个设备标识幅应在这个传送的真设备上的信息过例期间使用 这个字段也是在数据帧或者确定中才需要填写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这种沿端点之端 它的长度是8位的 这里的是指发送端所有的这种端点 比如沿端点为0200就表示 真从GDO发出这个端点注留在每个设备上 再比如如果沿端点02001至020F0表示的 真是从硬性在该端点的一个应用程序发出的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端点号为020F1和020FF是保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ABS的这个计数器 它的长度也是8位的 为什么需要这么个计数器呢 现在一个接收设备因为网络或者是设备环境的这样的差异 很可能会收到一个这样的重复的真 如果在每一次传输后就把这个计数器加一 这样就能够还好的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扩展头的指端 它所定义的是传输过程中所有的分段的信息和分段控制的这样的信息 这要我们来看看真负载的指端 它的长度是可变的 它包含了不同真例行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就比如说后面的我们这些 比如说什么拟拟针确认针 还有这种数据这样的一些真的格式 到这里有关通用的这种APDO的这种真的格式 就基本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IBS针的例行 这个笔主要定义了这种数据针 还有命令针 还有确认针 这么几种的这样的针类性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数据针 和通用格式它是基本上一样的 所以我这里也就没有把它专门列出来 数据针的IBS的头字段 也就是我们也有这么一些字段 比如真控制处标识符 profile这种标识符 延端点以及IBS技术器这样一些字段 那么根据真控制字段传输模式和扩展头 存在这样一些只字段的字 目标的端点还有主标识符扩展头字段 这样一些例容可能会包含在这种数据这种 这些例容前面基本上也讲的比较详细了 但是有一点想要注意的是 就是在针类型字段的 应该表明我当下的这个针 是数据针所需要的这样的起字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命令针 它的格式和通用格式是有些变化 这里就画了一个图 它的针头只有控制 针控制和IBS技术器字段 IBS负载中 有IBS的这种命令标识符 IBS的命令负载这样一些例容 这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IBS命令针不能分段 扩展头字段的命令针中是没有的 在针控制字段中 针类型字段中 还有一个就是IBS命令针所应该的这样的起值 IBS命令负载根据IBS命令针的一定用途 设置为这种合适的字 这要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确认证 我这里也给它画了一个这个格式图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针控制之段的确认格式之段为0的时候 那么目标端点啊 这种处标识符啊 还有这种prefile的标识符啊 以及颜端点啊 这样一些应用 这这样是应该存在的 颜和目的端点之段 就应该包含在确认证中 扩展头字段应根据 这种针控制之段的扩展头 存在指字段的值来确定它是否 包含在所有的证中 在包含在这种数据证中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针控制之段的确认格式之段为1的时候 那么这个针就是一个IPS命令这种确认针 这个时候就就不用这种设置这种目标端点 还有这种处标识符 prefile这种标识符 以及年端点啊 这样一些字段 如果IPS数据证 被确认证的这种 颜端点字段的就是应该映射为 被确认证的目标端点字段的这样的字 同理啊 这样的目标端点字段 应该映射为被确认证的这种 颜端点字段的这样的字